华人区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生活在国内的朋友可能比较陌生 因为国内到哪都是中国人 同样到了国外 一群背景相同的中国移民 就会自发的聚集在一起 在海外的各个城市 形成一个一个的小中国 中西方的文化就会在这里碰撞融合 其实在澳大利亚生活这么久 都没有好好分享一下 澳洲的华人区生活是怎样的 今天就带大家感受一下 原汁原味的悉尼华人区生活 让我们走进Eastwood Eastwood位于悉尼西北部 它大致分为两个区域 火事站左边最热闹的是华人区 火事站右边的是南朝鲜区 目前Eastwood的华人占比 如果算上留学生的话 大概有50%左右 所以算是妥妥的小中国了 而勤奋的华人也把国内的内卷席信带了过来 在这片小小的区域内 居然有十几家蔬菜店和肉店 所以本地华人也细称这里为宇宙买菜中心 虽然叫买菜中心 但是我个人觉得它是有点名不副实 根据以往的经验 这里的肉店里面出售的肉类 品质还不如很多非华人区的肉店 而且这些店铺清一色的空间狭小 里面空气也不流通 也一进到店内就是铺面而来的肉骚味 可以说购物体验极差 实在是让人一秒钟都不想多待 所以很难以想象里面的员工 要在这里上一天班的感觉 而且有几家肉店之间 还经常发生找错钱或者丢东西的情况 所以其实我基本上一般都不在这里买肉 华人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中餐馆林立 而且只有在华人区你才能吃到真正的中餐 也许有的朋友就会问 什么叫真正的中餐 难道还有假中餐吗 没错你说对了 国外的中餐确实有真中餐和假中餐之分 那种以老派港市场菜为基础 然后根据鬼老的口味改造过 而且食客也大多为鬼老的中餐 就是所谓的假中餐 它代表菜有什么蒙古牛肉 蜂蜜鸡 咕鲁肉等等 而这些菜的口味 大陆移民一般很难接受 而真正的中餐 它的目标顾客群 基本上就是在国内出生的这帮中国移民 所以我们看到145的这里有广东菜馆 上海菜馆 四川广播 甚至还有福建沙县小吃和龙江猪脚饭等等 至于味道的话 我建议还是不要有太高的期待 毕竟这里是国外 我点个肥肠面 在这边吃吗 对 把这个茶倒上 我在这家鱼派家常菜点了份肥肠面 澳元12.8刀 相当于人民币62 实话说的话 面条的口感是比较差 有点太粗而且口感很绵 汤底也是清汤寡水的 不像是国内的面条味道恰恰就是靠汤底 不过肥肠倒是卤得很入味 嗯 肥肠卤得还挺好 如果以国内的标准 这碗肥肠面肯定是很难吃的 但是你以为我是要吐槽它 恰恰相反 我是要表扬它 因为即便是这种味道的川式风味的面食 整个悉尼西北地区竟然找不出第二家 所以单纯是为了这份坚持 要给它点个赞 什么你说Macari Park还叫赵仔儿 不好意思 那才是真正的垃圾 这个面的味道确实很一般 但是这种情况 在澳大利亚已经算是很不错的 目前伊斯特也遍布各种奶茶店和甜品店 包括贡茶和coco奶茶 这种在中国常见的品牌 不过这两家确实很难喝 华裔年轻人可能更喜欢光顾像台式的黑丸和鲜鱼鲜之类的 同时装修更加整洁时尚的中国超市也在逐渐淘汰破旧的港式杂货铺 就跟港式大排档和茶餐厅逐渐让位给五花八门的大陆系餐饮一样 随着中国大陆新移民的不断涌入 他们也开始用新的饮食和购物习惯来改造这个街区 像这种新老交替的现象也会继续发生 其实澳洲的华人区或者说任何一个欧美国家的华人区 在鬼老眼里都是一个遥远又神奇的区域 他们允许华人区的存在来满足他们的猎气感 但时常又充满鄙夷 就如同这个鬼老一样 他充满好奇地盯着这个华人的包子铺 跃跃欲试又无从下手 学着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别人购买 其实这种情况在澳洲就是稀松平常的 不同的民族在这个城市里建构起一块块文化飞地 其他民族的人即便是想尝试了解一下 也会因为巨大的文化冲击而感到无从下手 最后准备要走的时候 发现这边的华人正在举办一个活动 可以顺便欣赏一下年轻华裔美眉的古增演奏 还可以欣赏各种歌唱舞蹈表演 这个碑这么漂亮不去拔个罐可惜了 而从主持人和嘉宾的致词里 也可以明显听出第一代华人 对中国这块故土深深的相仇和牵绊 也许很多人会问 既然这么喜欢中国怎么还移民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 如果能在故乡活得体面 谁又可以远渡重央去讨生活呢 一直等到两冰斑白才发现故乡已经回不去了 所有的相仇以稀气 也只能化为一首故乡的云 天眼飘过故乡的云 它不停地向我召唤 让天的微风轻轻吹起 在世音再对我呼唤 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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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在四处妖魔